喜愛穿著緊身褲的女性 請小型奔施摩擦造成感染 以免四十歲護人 因為平時喜歡穿緊身褲運動 造成失處受到感染 總如乒乓球 來者的病患大概四十五歲左右 她是職業婦女 她平常喜歡穿緊身褲騎腳踏車 偶爾會去打一些球類 那一開始騎完腳踏車 回來她就洗完澡 然後抓抓就癢癢 結果不以為來她有傷口 那之後發現 現在連下床走路都有點摩擦 影響她的走路越來越疼痛 於是她就來門診就醫 那就醫內診一看 哇一顆乒乓球 在她的失眯處的位置 第一個直覺就想說 可能是不是八四囊腫 對於是我們就用那個抽吸引流 把她那個濃陽抽出來 一抽出來有大概十CC的 黃綠色的濃 非常的二臭 馬上她的那個 那個囊腫就馬上消掉 醫次幫患者 開抗生素口服藥治療 病情才逐漸好轉 回診後才發現 她一個月後回來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她的是左右陰唇不對稱 那那個婦女呢 她是因為小陰唇 這兩片的長度不對稱 而且有一邊比較厚 所以呢有時候會對摺 穿緊身複有時候會對摺摩擦 那有時候是她反過來也會摩擦 疼痛不舒服 導致她這個小陰唇的囊腫 很多大腸桿菌 對那天抽出來的菌蟲 也就是大腸桿菌 她距離很近 你看內褲一悶 她就會 從這邊可能摩擦 褲子如果 對加摩擦跑過來 外者選擇進行陰唇整形手術 將左側過長的小陰唇 切除2.5公分 讓兩側陰唇恢復對稱 也減少了感染的固化 醫次也建議 如果陰唇結構有不對稱 要特別留意陰部的情節 就可以防止陰唇受到感染 像不對稱 其實它是結構上的異常 那如果你要保持清潔乾燥 當然原則上穿寬鬆的 棉質的內褲 那還有就是說 身體勤來的時候 要勤換衛生棉 不要洗 洗完之後用被子粉擦 或者是有一些人會對一些 衛生棉有分棉質跟不織布 跟網狀 選擇你適合你的 像網狀有時候有些立體狀 有時候會增加你刺激摩擦度 對還有就是盡量透氣 不要穿緊身褲 就連上廁所的清潔方式 也得留意 就可減少感染機率 原則上我們清潔的部分 都是從上面往下擦 擦完就丟掉了 不要把肛門的東西 帶到硬道來 或者是尿道來 硬道有產生的硬道炎 你知道尿道會尿道發炎